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看那個 今天要講的主角 嗯哼 是的 老師都會唸對不對 這也是 世界語言嘛 好 只要你嗯哼出來了 大家都知道什麼意思 那他其實之前有舊版也有新版 不過呢現在已經幾乎是 全面都換成新版了 所以我舊版本我就不再講 雖然他網站上還可以下載 不過因為你基本上不會再去用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這個MHM的虛擬攝影本工具其實就是那個Evernote創辦了 在疫情期間發現大家怎麼 線上工具都長的那個樣子 好像會比較 Boring一點 那所以呢就來了 這樣的雲端服務跟軟體 之前他是一定要裝軟體 功能比較多 但是呢現在雲端版 新版的雲端版已經怎麼樣 已經就是幾乎 該有軟體都有了 那所以呢我這邊有寫這個教學文章 您就可以從這裡 打開看到我很多的這些教學的內容 因為 我們用這個他大概做三件事情 第一個 老師要跟我們做 簡報 都可以 一般的簡報也可以 因為下午的話是 360度 那 其實也是在做簡報 對不對 又等從上課 那你要上線上課程 也OK 再來 我們其實重點 是不是也可以做錄影 老師做教材 你把它錄下來 這樣也都OK 所以呢他可以做一個 線上的開會 線上課程的一個 進行 或者現場課程 都可以用 因為平常大家主要用的就是PowerPoint 可是 簡報 用PowerPoint只是其中一種方法 對吧 沒有人規定簡報就等同PowerPoint 只是大家從小被返教育大了 現在用KEMA做簡報是兩大 而且 我真的必須講 我已經問過很多高中生 他們 甚至大專院校老師也都覺得 現在高中生 高子生上來了 他們KEMA比PowerPoint來熟 為什麼 家裡面不見得會安裝Office 但是家裡面都有網路都有瀏覽器 所以我就直接用KEMA做就好了 所以他們 反而會比較熟悉這樣的東西 好 那 等一下呢 我們就是請老師呢先幫我註冊一個帳號 好不好 所以你先到這邊 我們就用他的Web版 你點開他 我的超天姐都 幫大家準備好了 您就幫我先登錄一下 註冊一個帳號 事實上如果您是單純開會的話 可以不用 註冊帳號 就等於匿名登 就是參加會議就好了 但是我們還是建議大家 可以用 而且他線上擺有個好處 老師有沒有發現打開之後都有繁體中文 反正你用軟體版沒有繁體中文 因為他其實之前有 後來他把它拿掉了 對對對 所以你看張老師有裝了 所以我們今天只要用 這個雲端版就好了 有沒有老師你語氣 討成其他的 你可以從右上角這邊直接切換 這裡就可以切成繁體中文 有沒有 你從右上角這個 切換一下 所以要麻煩老師先幫我登錄一下囉 我們完全不需要 去 安裝軟體 這樣是最方便的 好那你登錄了之後如果發現 變成英文的 先不用難過沒關係 那個沒差 這樣OK嗎 反正就是先把帳號先註冊好 好那你註冊好之後呢 我們 待會兒來看一下 那我在這個 簡報的下一頁這邊 有一個就是那個新舊版本的比較 其實舊版本有 幾個功能 我是覺得還不錯 我們就 先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 那個他的免費帳號 因為我們現在都免費帳號就好了 好 免費帳號的話 首先你先看一下新版本 就是 限帳會每次有40分鐘 你看我們現在如果不是付費的Google Meet 也是50分鐘 對啊都一樣 然後呢 最多每5個用戶 也就是說如果你 因為 他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小型的會議的一個軟體 他雖然是寫5個 但是事實上我們試過大概最多12、13個 就最多的 就一個會議室 然後呢他有告訴你 如果你有 做錄影 每個月最多可以輸出5個錄影檔 但是長度沒有限制 以我現在來講我一個月不會用到那麼多 所以都還好 甚至如果你老實真的 用比較多 你應該知道你有兩個帳號有三個帳號 對嗎 所以 對對對你的帳號是會長大的 呵呵呵 所以其實還好啦 那這裡呢 再來就是說他現在錄影之後 他都會幫你傳送到雲端 也就是說你今天錄好了 我是從雲端再下載下來這樣子 當然 他更鼓勵你 一件事情就是 他想要 做成像YouTube 影音頻道一樣 也就是說你今天錄影完了 我在上面不只可以剪輯 我還可以直接把網址分享出去給別人 那你就可以看流量分析 這樣了解 所以 以前是直接存在自己電腦上 但是現在他就錄完了就送上去 好那這個近視的部分沒關係 這個他就 就版本的才有 好 那我們 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 老師呢如果你還沒有升級成教育版的 你想要升級 你可以升級成教育版 就等同他的付費 好那我呢 已經用完了 呵呵呵 所以我直接現在都是用免費的而已 免費的就夠了所以 您看一下左下角這裡 在這邊 有沒有 個人的如果是付費的就是 10塊美金嘛 一個月 大部分啦我發現大部分現在訂閱 最基本都差不多8塊10塊 大部分的那個價格都是這樣子比較多 好像主任 一個月扣打 上面有說過 怕死人 呵呵呵 呵呵呵 就是這樣刷下去就 付諸流水 對那個流水叫流水帳 呵呵呵 下個月帳單就會來了 就會送給你 好那老師呢 等一下呢 我們在用的時候他會有一個快速導覽 快速導覽 其實就是有一些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啦 那就告訴你 該怎麼做該怎麼做 都有中文的 你就可以一起來 試一下 這樣OK嗎 可以吼 好